HELLO 大家好,我是Rick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南威爾斯 Black and Beacons 的 Black Mountain 行 Sugarloaf 這座沾沾的山由英格蘭邊界都可以看得到 上面的風景當然一流 一個深受本地威爾斯人喜愛的山 準備好就跟我入鄉隨俗交遊遊 我們今天會由 Park Lodge Car Park 上 經 Sugarloaf 最後回到 Sugarloaf Windyard 路線全長9.6公里 總攀升516米 我們會由 Abergaverny 的 Pantarole 上山 沿著車路上到大約234米左右 走到停車場外的木制行山牌轉左 跨木欄 我們走了這麼久,終於上到草地了 之後我們會經過兩道木閘 第三塊田後轉右上山 之後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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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之後就會看到前面尖尖的山 這一座就是 Sugarloaf Sugarloaf 的正名為 Pennyfow Welch 的意思就是山上的山峰 其中一座中 而 Sugarloaf 為約定俗成的別稱 因為山的形狀 好像中世紀的堂塊 另外從某些角度看 Sugarloaf 亦都好似一座火山 所以一直都有傳說話 它是一座死火山 不過 Sugarloaf 的地質 其實跟 Black Mountain Range 的山一樣 全部都是紅沙癌 因為這座山深受本地人的喜愛 人流令到水土流失比較嚴重 所以大家來到的話 記得跟回行山徑行 防止風化 今天勝在好風 走得超爽 走得超爽 看到山頂的位置有一點石崖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爬一下 我們差不多走到山頂了 開始感受到有少少斜度 路況都是碎石路 夾十幾級樓梯 那樣 快到山頂了 山頂很平 不過很當風 Sugarloaf 596 米 好天的時候可以在西面 看到全南威爾斯最高峰 Penny Fan 我們決定在山頂休息 看看風景 喝杯茶 吃塊餅 休息完之後沿著西面的小路下山 我們很快就會落回來這個平坦的位置 我們會沿著這個山頂下山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回Sugarloaf 這個角度就真的像一個火山 Sugarloaf 是Black Mountain Range裡面最藍的山峰 前面看到最後一重山已經是望回英格蘭邊界 說說走完之後的感覺 Sugarloaf山群有幾條山頂 而我覺得駕駛上來這座山的話 最好都是沿路上落 又或者沿著同一個山頂的不同山頂上落 因為這座山上面有幾個不同的停車場 而他們全部都駛在200米以上 不過如果要由一個山頂走到另一個山頂 就要由200米的摩蘭邊走到100米之後再上過 最重要是要很麻煩地穿過很多又窄又斜的馬路 帶小朋友的話可能會麻煩一點點 不過如果你是直接由Albergaverny上去的話 就不關事了 因為是不是都要上幾條斜路 最後我們下來這條馬路 我們要轉左落山 在英國如果沒有行人路的話 請教右走 這條馬路比較窄 兼且這條路是通往其中一個停車場的路 如果有車的話大家就要禮讓少少了 走回到100米左右的位置 正式完成今天的行程 話明郊遊遊 又怎可以少得酒莊和咖啡室呢 我們過了這條河仔之後 轉左就是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玩吧 拜拜